CFTC因此展开调查后发现 自接受贝尔斯登后 摩根纳通便开始在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积累大量白银期货工程 数据显示 截至当年11月 摩根纳通和汇丰控股 合计持有约85%的白银期货股控合约 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其中摩根纳通的持有数量超过一半 而且这期间 白银期货价格相较黄金期货价格 大跌超24% 波动确实不正常 但是这都不能证明 摩根纳通确实操纵了白银期货价格 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 操纵认定必须符合四要件 操纵能力 操纵意图 人为价格和因果关系 却任何一项都不能认定为操纵 摩根纳通揪住了操纵意图这一要件 大作文章 他声称 大部分虚假交易指令 都是高频交易模型的自动下单 而这些交易指令 之所以又被迅速撤销 则是因为模型发现了价格波动 使交易指令变得存在亏损风险或无法成交后 按照模型当中设定的风险规避规则 其自动进行撤销 并非容易操作 所以这不属于故意操纵 而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 而对于巨额白银期货沟空合约持仓 摩根纳通则坚称 这不过是正常的风险对冲 CFTC调权超过10万份文件与交易明细记录 包括摩根纳通与汇丰控股交易员的大量交易记录 还是没人找出 证明他们有意图操纵白银期货架架的实际证据 最后CFTC只能放弃调查 让摩根纳通和汇丰控股逃脱了惩罚 到亡羊不劳为时未晚 这起诉讼案的两年后 多德弗兰克法案正式通过 补上了谎骗行为在立法层面的缺陷 该法案新创造了一类饶乱市场行为罪 属于刑事犯据范畴 并将谎骗列为其中之一 监管部门不再需要证明谎骗是故意行为 只要证明是轻润即可 强调扰乱市场秩序的客观事实 大幅提高了谎骗的违法犯罪 被判罚的几率 可惜这依然没能阻止摩根纳通 和他奇亚优秀的交易员们 毕竟用艾德摩斯的原话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赚钱 摩根纳通全球贵技术部门主管 麦克尔诺瓦克 和纽约贵技术部门交易员 格雷格·史密斯 依然遵循着旧任的游戏规则 挪取着不易之财 在他二人的主导下 分布在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的 摩根纳通期货交易员们 成为了贵金属期货市场中 操纵价格的无形手 尽管他们所有人加强的个人资产 可能还比不上亨特家族和沙特王室 联盟的领头 但背靠摩根纳通这一顶级投行 已经足够他们拥有互分换员的资本 尤其是诺瓦克 作为摩根纳通的董事总经理级别的部门主管 他曾被称为黄金市场最有权势的人物 众多大型对冲基金 都是摩根纳通期货部门的客户 管理着客户的天量资金 使诺瓦克的一举一动 都会对贵金属期货的整体订单流向 产生重大影响 他对黄金价格的判断 又往往会成为众多投资机构的交易之一 但在期货市场 没有谁能无往不利 诺瓦克维持地位的另一个筹码 就是对谎片技术炉火纯青的运用 而史密斯则是他的最好帮手 进入摩根纳通后迅速得到了诺瓦克的赏识 在摩根纳通小小的贵金属期货交易工作室里 每个人都能听到史密斯 在下达和取消虚假交易指令时 疯狂点击手段的声音 速度之快甚至有人笑称 史密斯的手是神手 需要拿点冰块给他降温 当爱德蒙斯还是普通交易员时 史密斯已经一路从首席交易员 做到了执行董事的位置 在逃脱了2008年CFTC的初次调查后 二人继续领导着整个部门 进行有组织有积累的谎片操作市场行为 由以白银期货为主 爱德蒙斯在后来承认 每一个新进的期货交易员 都会被资深前辈教导如何运用谎片手法 他本人在上司同意的情况下 亲自实施过成百上千次谎片行为 并从中获利 讲一次具体操作吧 2012年10月12日 爱德蒙斯向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发出了抛售402份白银期货合约的交易指令 如此大表的空单 令市场误以为白银价格将要走低 许多人立即跟进抛售 使白银价格降低 爱德蒙斯此时立即撤销了所有卖空交易指令 转而买入了6份白银期货看涨行员 当白银价格在市场调节下恢复正常后 他成功获取了其中的价差收益 为了6份行员的真实盈利 爱德蒙斯用多达402份虚假行员 扰乱了市场 释放了巨大的噪音 误打无数人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提出问题 怎么这些期货操纵总喜欢瞄准白银操纵呢 但就需要提到经营定盘价制度 黄金和白银的定盘价 是分别由五大黄金做事商与三大白银做事商 通过对比交易订单来确定的 两项制度分别延续117年与95年 所谓定盘价 是在某一个时段中成交量最大的价格 那么银行完全可以相互勾连 通过做虚假交易量 把定盘价确定在自己想要的位置 可想而知 一件事只要能够融为操控 必然存在灰色空间 数千亿美元的白银衍生品交易 都是以定盘价作为参考基准的 投行能够操纵定盘价 就预约着手里的白银衍生品交易投寸 获利几率大增 即使误判价格涨跌 也可以通过操纵定盘价 规避巨额损失 而2008年到2012年期间 每日白银定盘价公布前后的价格走势 都相当诡异 在定盘价公布前 似乎总有人在可以压低价格 公布后 白银价格又很快恢复正常估值 2008年后 关于投行操纵经营价格谋略的质疑越来越多 2014年4月 面对羞辱的民意 德意志银行决定退出伦敦的白银定盘价席位 4个月后 伦敦经营市场协会 对白银定盘价形成机制 做出了巨大改革 说个题外话 市场上有一种看法 说投行们放弃白银定盘价权利 是弃局保涮 希望通过牺牲白银定盘价画有权 来保住黄金定盘价 说回摩根纳通 尽管他一度逃过CFTC调查 但财报数据还是想露出部分真相 2012年第一季度 摩根纳通在65国交易日里 取得了64个正收益 只有一个交易日出现亏损 若没有人为操纵 这家投行 如何能在税息外面的金融市场里 保持如此高的交易胜算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摩根纳通如果开课 不知道多少人抢了第一个报名 而史密斯和诺瓦克 无疑已经出失了 随着时间推移 白银期货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 他们将谎骗手段 从白银推向了更多贵金属期货市场 包括黄金 薄金 靶金等等 甚至还搞了国债期货 他们的具体手法 包括修改 也纳入带匹配交易对类的交易报单 以降低他们报价交易的盘阶优先性 进一步减少虚假报单 被匹配成交的可能性 复杂的分层操纵手法 也常常被使用 所谓分层操纵 就是在不同的关键价格定位 同时交易多个订单 进一步扩大虚假订单的资金规模 市场价格走势 也因此受到更大的误等 套利空间也就更大了 据统计 从2008年至2016年 史密斯执行了约38000次分层操纵交易 诺拉克则在2009年9月 开始尝试分层操纵 之后进行了约3600次相关交易行为 而所有摩根纳通交易员的谎骗行为 超过5万次 这间市场操纵行为 不仅是银行和客户获利破风 也给诺拉克与史密斯带来了丰厚的薪水 通过期货交易 前者在2008年至2016年的奖金收入 达到2379万美元 后者也获得了990万美元 辅助两人 销售贵金属期货合约给对冲基金客户的 克里斯托弗·鲁夫 则获得了1050万美元报酬 后者会告知诺拉克和史密斯核实交易 是最有利于对冲基金客户的 在诺拉克等人 谎骗经营的如火如图石 政府也在马不停前加强对谎骗的监管 2014年以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先后因涉嫌欺诈交易行动 起诉超20位个人和投资公司 从在卧室里交易的日间交易员 到美银美铃和德烨制银行的高频交易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应该是对36岁英国高频交易员萨劳的指控 据称2010年5月6日 萨劳利用自动化程序 设下巨量指数期货购盘 推低价格后再取消交易 以低价购物 但美股全因此发生了闪电崩盘事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瞬间报现近千年 美股总市值蒸发近万亿美元 但和CFTC马上要对摩根纳通发动的攻击来看 这些都不过是前菜 2016年认为实际已经成熟的CFTC 再次开始对摩根纳通进行调查 与CFTC的调查同步 检察官对其中数名涉嫌人发起了刑事调查 其中包括埃德蒙斯、诺尔克、史密斯、特鲁兹等交易员 再加上一个负责销售相关产品的陆夫 诺尔克是董事总经理级别 史密斯和鲁夫都曾担任摩根纳通的执行董事 三人面临的指控作为严重 检察官称诺尔克等三人 是在经营一家犯罪企业 犯有诈骗犯影响和腐败组织行为罪 这在过去是被用来指控黑手党或黑帮的罪名 面临较轻指控的其他被告 实际上成为了监管方胜利的关键 事情刚爆发时 面对各方调查 特鲁兹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故意谎骗行为 但在波多黎哥度完蜜月后 特鲁兹在抵达佛罗里达一机场时被人拦下 并被带到一个房间 那里有两名FBI特工正在等他 他得知 弗拉姆和艾德蒙斯都已经坦白了存在犯罪行为 害怕自己真的面临牢狱之灾的特鲁兹 精神崩溃 同意认罪 并转为污点证人 指控诺尔克争取减刑 根据特鲁兹的证词 2016年 在发现CFTC正在对摩根纳通谎骗行为进行调查后 内部便停止了谎骗交易 还发起了合规检查 但在他犹豫 是否要据实告知时 是诺尔克让他撒谎 否则就会被公司解雇 特鲁兹 艾德蒙斯和弗拉姆的证词 令相关部门获得了 摩根纳通涉嫌贵金属于国债期货价格操纵的关键证据 2019年 CFTC正式指控摩根纳通 从2008年到2016年的8年间 旗下15名交易员 系统性的在美国国债和贵金属期货市场进行谎骗交易 给这些技术市场的其他参与者 造成了超过3亿美元投资损失 面对对机无散的证据 摩根纳通选择了认怂和解 2020年9月30日 摩根纳通同意支付CFTC开出的9.2亿美元法单 承认了与操纵贵金属和美国国债市场有关的不当行为 CFTC随后发布声明 将与摩根纳通签订和解协议 停止美国司法部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不对摩根纳通进行刑事起诉 同时还签订了一项三年的延期起诉协议 作为摩根纳通履行罚单的时间限制 据报道 有熟悉案件调查过程的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透露 CFTC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摩根纳通不光是贵金属 还在国债期货市场也无法庞置进行操纵 摩根纳通担心如果放任监管房继续深入调查 可能挖出更大的价格操作内幕与证据链 导致自己的声誉受到更严峻的负面冲击 因此顺色同意支付罚单来了结这场官司 虽然银行逃过了刑事诉讼 但交易人可没有几亿美元能为自己买的脱罪 摩根纳通还表示将积极配合监管房 同意其向小摩的其他员工误化 并调取内部文件记录 以寻找给诺瓦克等三人定罪的证据 但与此物时小摩又努力不让部分内部通信进入庭审 包括涉及全球金属业务负责人麦克卡玛乔的信息 根据最后的提论进入来看 不知是这部分的信息确实无关紧要 还是无脑横溃小摩积极配合的态度 这些信息确实没有公开 在法院要求下摩文纳通公开了贵金属期货业务的详细利润情况 要知道摩文纳通此前的财报中 从未公布贵金属部门和大宗商品部门的业绩 根据公开信息 2008年至2018年摩文纳通贵金属期货业务的年度利润 在1.09亿美元至2.34亿美元间幅度 其中从2008年到2016年 诺拉克为摩文纳通赚尽1.86亿美元 史密斯则创造了约1.17亿美元的利润 尽管证据已经非常充足 但可能面临劳业之灾的三人组 还是打算挣扎一下 他们请的律师团为谎骗行为辩称 检查官挑选的交易数据只是一部分 仅仅是为了给人留下 交易员进行的公开市场交易时存在欺骗的假象 在贵金属交易市场上 计算机生成的算法 可以在1.1秒内买卖商品 并代表客户执行交易 虽然一些订单只活跃了几秒钟 但在如此高频的交易中 按时间相对的理论 那简直可以双人永恒的 怎么能说是故意快速串销呢 但这种狡辩之言 在弗拉姆等人的政策下 显得不堪一击 弗拉姆表示 在史密斯进行谎骗操作时 他一下就能知道 因为能听到史密斯狂点不止的声音 史密斯必须要在下指令后几秒钟内 迅速取消这些指令 弗拉姆对陪审团说 在与正常交易时 更缓慢 有条不紧的点击 正然不同 该案检察官在结案陈词中表示 诺尔克和史密斯等人 有能力推动市场 有能力操纵全球黄金价格 但是有能力的真的是他们吗 截至2022年3月底 摩根纳通的贵金属衍生品合约名义价值 达到3300亿美元 持有量是全美银行中的第一 是第二名花旗集团的三位 9.2亿美元的罚登 并没能动摇摩根纳通的地位 但诺尔克和史密斯 却在8月被正式判定 十多项罪名成立 只有负责销售的鲁福 被无罪释放 量刑日期目前尚未确定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二人最高面临数十年的监禁 这起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就开始了谎骗大案 终于进入了尾声 可从期货当日日时 就无处不在层出不穷的欺杀手段 大概率会找到新的生存托案 一旦过来往时代到来后 普通人才真正意义上理解了 拼手速的概念 为了能赢得先机 无论是抢火车票 还是抢手机预售 又或者在股市翻云覆雨 处处逼在大家狂点不止 速度与激情 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核心指标 在进入市场更是如此 高频交易当道 捕捉顺年价差 成了期货市场的成功秘诀 于是一笔交易的完整效率 已经从毫秒级转到了微秒级 如今甚至开始向纳秒级进发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资本推动技术进步 从实现其技术垄断 乃至于财富垄断的过程 该过程加剧了竞争的不公平性 上海政权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施东辉认为 现在高频交易的疫苗 对应的是1962年的一整天 那么1962年 每年发生一次的崩盘 在如今高频交易的时间维度下 每四分钟就会发生一次 发生的越来越频繁的各类垄断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这些说法 一块取胜的顶级技术优势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与普通人毫无关系 但崩盘却是雪滑落尖头 没人